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天,在这边了 今天又带我们花花下来溜玩了 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家花花 小羊他现在躺在上面不敢下来了 他对这个椅子有阴影 看过我视频的老粉丝应该都知道了 有一期拍视频 小羊在这个椅子上面飘下来的时候 他这个后脚掐到这个缝缝里面去了 然后小羊吓得汪汪叫 最后还吓出了一泡料出来了 现在个头那么大了啊,还是不敢下来 看到没,好萎缩 他现在个头非常的大了 他两只脚都掉在这个椅子的下面 所以他不敢动啊 我们花花就是一招被蛇咬 四年怕紧绳啊 上一期花花吃鸭子的视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就因为花花吃鸭子 然后搞着整个厕所都是鸭子的味道 我们花花身上也是一升的油啊 当天晚上就跟小家伙洗了个澡 它现在身上非常的干净啊 这个按摩看起来非常的油光水滑 这小羊现在怕了,不敢下来 一动不动 像平时不知道多扭鼻哄哄啊 煎到人就叫 煎到狗就咬 现在就是个小生活 看到没,像个鸭唇一样 像我这个牵引绳 已经快删不住它了 即在我们花花身上的那个绳子 我已经开到最大了 最大限度了 它要是再长下去的话 我就要跟它换牵引绳了 看一下这个牵引绳 是从中间断开的 这牵引绳就是前两天 这小样,它突然一发力 往前面一冲 绳子就从中间断开了 花花的力气现在真的很大 有时候一直走 真的是提不动它 看一下它是前有力的爪子 这块肉肯定很好吃 再看一下这温顺的小脸上 多委屈啊现在 刚刚跟小羊换了个姿势 把它两个后腿抽出来了 现在小羊敢坐起来了 但是它还是不敢动啊 证明有很多疯疯 它不敢乱动 一动的话它的脚又掉下去了 真的是一早被蛇咬 十点怕精神啊 这句话没错 走啊花花 看到没 动都不敢动 我把它抱下来 不然的话它自己是摸下来了 走啊 走啊 像个鞍鞋一样 都那么大了 看像个宝宝 看像人家抱 哎呀我这一只手 抱它都非常的吃力啊 这小样 在小区的话 必须得把它用绳子牵住啊 不牵住很危险啊 这小样总是喜欢盯着人家叫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